大家好,很久不見了,我現在在日本了 我在12月11日來日本,然後在酒店隔離了14天 1月1日就參加了新年競步比賽 為什麼會選擇日本? 因為我知道有幾個比賽我都可以參加 因為我參加了1月1日比賽 在東京的十多天我都很害怕 因為當時在東京的疫情是達到二千多、三千多小時 我都很小心 出去練習,我都要去一個比較沒什麼人的地方 和做 我現在身處就是一個很鄉的地方 我想叫外賣也叫不到 但是在這個練習,外面都是沒什麼人的 多數人是開車 而且在外面走來走去的那些 我一天都看不到恐怖 這裡的確產人數是零 其實我希望可以特標去到奧運 但是在1月1日就知道 因為日本政府不讓外國人進來 因為那時候的疫情真的很厲害 因為之前是預定會有國際裁判會來到日本 然後就令到這個比賽是介入到奧運分的 那些裁判都來不了 所以這個比賽其實是不介入奧運分的 那時候就是在選擇究竟是否參加 因為介入不到奧運分 其實可能是對我的幫助是沒什麼 但是我又想參加比賽 因為都想保持那種比賽的感覺 這個是20公里 那我就想可能只是比頭10公里 之後就可能離開 就完成了它 但是就在星期六那天 我立刻想想一下 覺得我是從來是沒試過放棄一個比賽的 即使我發燒 我都不會突然間DNF 那之後我就想想 我想是完成一個比賽 所以就頭10公里 我是推動的 之後那10公里 我是當成一個回復的 這樣完成它 其實我的肩是肩 但是我腳那裡是不夠力 還要最強力 就可以維持到那個速度 接下來那些練習 我想應該是要把理數還要更加提升 還有那個速度 例如我的長課速度要快些 我的目標跟之前一樣 都是希望在奧運那裡 下到頭20至25名 那我覺得我是一個很幸運的一個 因為可以來到 即現在其實有很多運動員 很多很多運動員都去不了比賽 沒有比賽或者練習那裡都會有影響到 有些比賽的感覺 給我的並聽著 其實我是比其他有好處 對啦 有些好處 我也是可能會對我有幫助 可能 對啊